我们下面讲这个治疗 多方英化的治疗呢 实际上是分两部分 一个是极心器的治疗 一个是缓解器的治疗 有可能我们更重要的是这种缓解器的治疗 实际上几十年来在我们国内来说 能够做到的极心器的治疗 因为我们这个医学 可以说是软软的挪后 这种社会的现实 社会的需要 因为现在我们看病 只能说病人来找我们 我们就来给他看 实际上这样的病人 因为多方英化的病人 他都是终身的一辈子的 最好的办法呢 是他只要还病了 我们就要从此一辈子 就要对他进行管理 对他干领 这就是最理想的状态 希望能以后能够达到这样的 现在只是有一小部分的人 能够获得这样的一种治疗 那么在极心器的治疗 现在使用的最多的 还是这个极数类的优务 还是极数类的优务 它主要是减轻水准炎症 加快疾病恢复 加快疾病的恢复 那么使用的最多的 还是这个加急墙的生农 冲击疗法 因为极数 国区的经验 都疗程比较长 量的应该比较大 然后呢 出现很多很严重的服务作用 当然随着这个 这个医学科学的发展 就认识到这一点 长期的使用急受 对这个疾病的伏发 没有任何好处 但是负增有很多 是到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 我们实习的时候 看到的很多的病人 有那种水牛被养满热脸 这就是因为 长期使用急受的负作用 甚至是骨子瘦身 骨头的坏死 等等这些 还有糖尿病 这些炎症的服务作用 都会发生 但是现在 我们采取的疗程都是很短 都是很短 就是冲击疗法 然后顺手的减量 一般来说不超过两个月 就要停下来 最好是 现在指南推荐的 就是一个月之内 把急速减下来 那么这样子呢 疾病的恢复 因为我开始也讲到 在所有的这些 现在在疾病器的治疗的药物里面 急速的效果是最强的 急速的效果是最强的 所以我们一般会首选 用这个急速来治疗 当然 这个 用这些 急速治疗效果不好的情况下面 也可以选择 采取其他的办法 比如说水浆交换 因为在多发应花的 它是一个细胞免疫 在导的疾病 但是体液免疫也参与 那么呢 水浆交换 对急速没有效果的病人 也可能会有一部分的 一部分的效果 那么这个 这个免疫医治剂呢 现在呢 也是用的比较多了 像牛舟飘鳞 像环包梅寿 这等等这些免疫医治剂 现在也都在开始使用 这些药物呢 当然他们也是 都是一些滑疗的药物 滑疗的药物呢 也会有些 会有很严重的副作用 但是呢 因为这些药物呢 都很便宜 当你急速没有效果的时候呢 也可以 可以考虑使用 可以考虑使用 那么除了机性器的治疗 我们 最多 关注的呢 应该是更多关注的 应该是在这个疾病的调节方面 就是在缓解器 缓解器怎么来 干领这个病人的病程 那么缓解器的这种治疗的 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 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减轻 减少这个病人的发病的持续 如果发病那里的话 要减轻他的发病程度 如果发病那里的话 要使他的病灶更少 这个就是 这是我们的这个目的 开始讲的这个病程 缓解浮发型的病人 80%的是缓解浮发型的病人 那么这种病人他10年 他就会进入下一个阶段 进展期 这是质软的病程 那我们把他的质软病程 变成不质软 就是要干预他 要让他20年 30年都能走落 尽量的 让他晚一点 进入下一个阶段 进入这个进展期 这就是缓解去 干预病程治疗的 这个主要的这种目的 那么现在用的 这个第一个药物 也是用的最广泛的药物 这是在上个世纪 94年代 开始用入临床的 这个干扰兽 当然这种干扰兽 它是β干扰兽 不是其他的干扰兽 这个β干扰兽 它通过在免疫反应的 很多的阶段 来起到作用 抽进这个抗炎症的细胞的产生 那么一致这个炎症的细胞 增加这个调节性的T细胞 这样来调节免疫系统 调节免疫系统 而且它也能够封闭这个联谱分子 使这些活化的T细胞 不能跑到这个中枢神经系统里面去 这些活化的T细胞不能进去 那么就能够 一直这个炎症的产生 那么现在我们国内 有两种β干扰兽 有两种干扰兽 不过现在这两个干扰兽 都是德国公司的了 最早那个利比是瑞士的 现在也被德国一家公司收购了 另外就是BETALON BETALON呢 就是 也是这个德国拜尔公司生产的 那么除了干扰兽 这是在美国用的比较多的 GALAMO酸 又叫COPASUM 这个药物呢 是一个胺基水壳蛋白的一种 活成剂 它是类似于这个水壳蛋白MVP的 那么它也在临床上面 现在也是用的比较广泛的 好像报道 从报道上面来看 它也是很有疗效的 很有疗效的 可能是仅持日干扰兽 仅持日干扰兽 它也是在免疫反应的 很多的阶段来起到作用 来减少 这个伏法缓解型 多化硬化的浮发 或这个脂肠 那么这个 那它就是蛋抗呢 这个是一个 蛋抗针对 针对一种练肤分子的蛋抗 它能够封闭这个练肤分子 那么就是在这个 活化的淋巴细胞 穿过血脑屏障的那个地方 它需要 粘肤分子 把它粘上去 然后它现在把那个地方走弹 这个细胞就过不去了 炎症细胞不能跑到脑袋里面去 不能跑到脑袋里面去 所以通过它来 就可以控制这种炎症 这种机理是很好的 那么反过来呢 它的浮作用 也可能会出现 就是说 那么 领巴细胞不能跑到脑袋里面去 那么这个病人一旦感染了之后 这个领巴细胞它也不能进去 那么就会出现很多其他的炎症的浮作用 所以呢 刚开始 观察它是用的很火的这个药物 用了很多 但是后来呢 出现了一些很严重的浮作用 现在呢 也用的没有那么多了 这个科老曲病呢 这个现在也是已经上市了 它是口服的 口服的 但是这个药物呢 你看 它是耗尽体内的异常领巴细胞 这个 它本来 也是一个抗肿瘤的药物 所以这个多发音化的治疗 在很多情况下 抗肿瘤的药物都可以拿过来用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它跟肿瘤 是有类似的地方的 那么多发音化 它为什么会 终身的 多次的发病呢 因为它体内有一场的淋巴细胞 疾瘤淋巴细胞 这种疾瘤的淋巴细胞 它可以活到几十年 这个就跟肿瘤 是一样的了 肿瘤的细胞 它就是忍生化了 只不过是肿瘤的细胞 这胆期内大量的增值 它这个 它这种呢 它可能增值了一段时间 它可能会静止下来 但是它有跟肿瘤相像的地方 所以这个本来也是个抗肿瘤的药物 现在也 用入这个 临床了 那么对于这个肝细胞 现在是正在进行研究的 正在进行研究的 那我们说一下 这个多方应化 它的跟日后相关的一些因素 那么好的地方 这是出现的这些因素 是有周日恢复的 就是多方应 那乳腺的病人容易好 乳腺病人多一些 但是和男性病人比 乳腺的好快 好得快一些 发病的年龄早的容易好 那么四十几岩 早期是四十几岩的 容易好 急性的 就是起病比较快的 那相当于进展的就不好 慢慢进展的肯定就不好 还有这个 在这个发病之间的时间 间隔时间越长越好 发病之时越少越好 这是讲更日后 比较好的 那么反过来 这些因素就不好了 年龄越晚 这个恢复起来困难 进展的比较困难 男性的病人比较困难 发病之时越多的越困难 相对来说 这个运动症状 重的不容易好 感觉的 比如说麻麻麻这些 反过来 病人还容易好一些 这是跟日后相有关的一些 好的和不好的因素 那么我们最后 讲一个典型的病例 这是我们 试病室 原来的老病房 在试病室管了一个病人 一个乳性的患者 年龄17岁 就说明这个是 应该是比较早的 17岁就发病了 那么我们看看他的指数 头人十字五粒 伴有福尸 一个礼拜 那么从他的指数来看 我们从他的指数来看 就可以确定他的这个 因为这个写病历很重要的 一个有经验的医生 这个指数写出来 我们就大致知道 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病了 那么从他的指数来看 这个病人起病 是个病造多发 这个是符合 我们开始讲到的 多发音化的特点的 他一起病就告诉你 病造是多发的 就是有多个地方有病变 那么来分析一下 他的指数呢 他有头人 那么头人 这个定位 会定在什么地方 一般来说 当然很多病人 可能有功能性的症状 他也有头人 我们排除这种功能的因素 如果是讲 他有七次性的病变定位的话 一般来说 在小脑脑干这个地方 有病有病变 病人会出现头认 那么这个病人 除了头认 他还有四肢的无力 那么四肢无力 我们定位在什么地方呢 四肢无力 那我们要分析 如果单纯的一个病人 有四肢无力 他可能是有肌肉的病变 重症肌无力 肌炎 或者其他的代谢性的疾病 这个病人可以出现 四肢无力 这是讲定位在肌肉 如果肌肉没有问题 那么定位在神经 神经呢 有可能是周围神经的病变 也有可能是中枢神经系统的病变 那么是不是周围神经 我们要进一步检查 看他的肩反射 看他的病理症有没有 如果是肩反射低下 如果是病理症没有 那么呢 可能周围神经 或者甚至是引不出来一肩反射 那么可能周围神经病变的可能 如果这些没有 如果反射有抗经 有病理症 那么我们要定在中枢 那定在中枢在什么地方 脊髓有可能 如果是脊髓的话 那在什么位置呢 他有四肢的无力 那不可能是在胸弹以下了 那应该至少在颈弹以上了 那么呢 再往上走脑干 再往上走大脑半球 都有可能 那么就是说 这个病人 有可能是 颈髓以上 大脑 一直到大脑 这个地方有问题 就是讲他的四肢无力 还有浮湿 那么浮湿应该是在脑干这个地方 有问题 好 那么就是提出来 这个病人 从主寿来看 他就是有多过病灶的 而且一个礼拜 应该说 还是比较快的 压迹性的 那我们从 讲完 讲到主寿 再讲他的腺病史 这个腺病史 他没有明显的诱因 出现了头人 恶心 没有失误旋转 失智的无力 有行者不稳 出现浮湿 这里还有 失力下降 所以这个病人 应该 多个病灶有问题 极有失力的问题 又有浮湿 又有失智的情况 这都是 应该说是比较常见的 那么在追问他的急往死 几个月前 整当了急性的积水炎 那么现在 结合现在的情况来看 现在的发病 有头人 四肢无力 有浮湿 那么他的急往死 可以失位 这个急性积水炎 应该是一次发病了 那么他的实践上面 是有多发 空间上面 有多发 因为他脑灯 应该是有多个部位的病变了 那么在做 再结合体规检查 发现 他有浮湿 肢体的无力是右边要重一些 左边还正常 那么我看 他的反射是活跃一点 反射活跃一点 可能作为神经的 可能就小一些 看看他的感觉的平面 有手带型的痛就过敏 这个感觉的减退 这个小腿又感觉过敏 但他的这个分布 很不对称 也没有什么 这个规则 一旦有问题 一旦没有问题 他这个分布很不规则 还有这个双次的霍弗曼 也是阳性的 那么急事 在这个高颈弹以上 即病变 在积水里面 看起来都是有多个地方的问题 因为他很不规则 有浮湿 有激励的下降 所以从这个来看 从体察 从他的这个主瘦来看 他是有多个部位有问题 从实践上面来看 他也是至少是有两次的发病 那么这个病人 再结合持宫症的情况 后面我们看他的片子 来整当他是多发性硬化 整当他是多发性硬化 那么呢 进行了治疗 加强冲剂 冲剂了之后再口服 然后完全的缓解 这个病人到了09年 后面他又发病了 又发病 第二次来治疗 第二次来治疗 好我们看看他的 这个持宫症的情况 这里 在大脑半球 老师旁的白子 两边都有病灶 那我们看到 这里有一个病灶 这一看就是极星期的病灶 极星期的病灶 在这里 中间有一个核心 外面有晕环 这个是最典型的 你看其他的病灶 它也是 这个是像接近圆形的 缆圆形的 这里 这个是最典型的病灶 在这里 这是大脑半球 那我们再看 这里还有 这都是圆形的 哪圆形的 在脑干 小脑 接近的地方 这个是很明显的 脱水下的病灶 在脊水 简单的脑干 简单的脑水 也有病灶 所以这个病人 是一个比较典型的 多发性硬化的病人 它满足了多个部位 满足了多次的发病 这个我们把这个多发性硬化 讲完了 讲完了之后 这里 这是我找出来的 李白的一首诗 可能很霍久的人都知道 都喜欢 那么我为什么把这个放到这里来呢 因为多发性硬化的病人 我们知道两个核心的地方 就是DIT DIS 这个给大家来看 就是帮助来记忆的 黄河之水天上来 东奔流到海不复回 看黄河 这是空间 我们了解的空间 黄河你看从天边里 一直到 这个空间广不广阔 对不对 然后再看 高堂明镜 背白法 照入青丝摸存水 想想我们上大学的时候 还是青丝 现在已经是白法了 那么这个第二条 就是讲的时间 这是观传一个人的钟声 它是从黄河的源头 到海边 这是空间的广阔 早晨还是青丝 晚上就变成白水了 这是讲一个人的一生的时间 记住这个 就是多方音话 DIT DIS 这是我反复强调的 有满咒 那我们讲完了多方音话 再来说 十四年级水岩 这个十四年级水岩呢 以前都说它是多方音话的一个压形 因为它跟多方音话是近情 或者是它是多方音话的一种 但是现在看起来呢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呢 它跟多方音话不是一个病 所以从它的发病来看 从它的发生来看 在亚洲比较多 在欧洲很少 就从人肿上面不一样 从人肿上面不一样 它现在还是考虑 还是个脱水岛病 也是一个年轻脱水岛病 但是呢 第一 它这个在亚洲比较多 中国人 中国人里面明显 中国或日本明显的 比西方要多很多倍 多很多倍 那么它最主要的一个差别在哪里呢 跟多方音话不一样的 就是发现了这个NMO IgG 是它一个比较特异的 免疫的标记物 水通道蛋白的一个抗体 分布的这个新型胶质细胞 参与的这个水道屏障 那么现在认为呢 它是一个体液免疫界导的 体液免疫为主的 细胞免疫参与的 这么一个水通道蛋白病 它跟多方音话不一样 多方音话反过来的 是细胞免疫为主的 体液免疫参与的 中枢神经系统的疾病 那么NMO 是神经基础炎 它是体液免疫为主的 所以 正因为他们的发病基礼不一样 所以他们的治疗方面 也会有不一样 那么在这个 肿周分布 免疫机制 病理改变 临床影像 治疗之后 都不一样 那么有这么多不一样 它们应该是一个不同的病 在死神经基础炎 在NMO里面 这个乳性 它是软高于男性的 它这个比例 3到9比1了 跟这个MS也不一样 因为在这个NMO里面 乳性更多 它的主要临床表现 当然死神经基础炎 那就是死神经盐和积水炎的表现 就是死神经盐和积水炎 这是它的主要的临床表现 实力的障碍 急性的积水炎 那么这个死神经盐呢 单眼发病 当然多半是单眼的发病 以后呢 另外一车发病 也可以同时发病 当然同时发病的比较少 它起病比较近 发展的快 实力的下降 甚至是失明 所以它这个 死神经基础炎的病人 出现完全看不见的机会 比多半性化要多 它的临床的功能 审害这种功能呢 严重的 比多半性化要重 尤其是在积水上面的审害 它很多病人会出现 宏观性的审害 就像你看下肢的瘫痪 感觉尿菊瘤 要擦尿管 那么这些情况 我们在讲多半性化的时候 讲过了 在多半性化的积水的审害 很少 基本上不会出现宏观性的审害 也不会出现瘫痪 这是基因力的减下降 感觉你全是 没有什么 感觉完全消失的 出现尿菊瘤的 这种情况很少的 但失神经基础炎 它就有可能 就有可能 而且从日后来说 失神经基础炎的日后也差一些 很多患者看不见 甚至做能力也不能动 只有五年的时间 那么多发音化的病人 一般是十年的时间 才进入下一个阶段 不能斗力行走 这个失神经基础炎 它是五年的时间 只有半色的人 就不行了 就失明了 而且它对加强的反应 比多发音化也差一些 但是多数的生生经基础炎的患者 虽然它的日后差一些 但是它变成激发进展型的 并不多 并不多 那么在亚洲 这个失神经基础炎 基本上都是浮发型的 雨性比较多 浮发的频率也比较多 会高入经典的MS 这个跟西方的有不一样的地方 跟西方不一样的地方 西方的单向的多一些 但西方总的来说 NMO是比较少 同时也可能会有一些 其他的内分泌方面的问题 因为有些病人 它会出现下囚脑的功能障碍 出现下囚脑的功能障碍 所以内分泌的功能 温暖也比较多一些 这个活病其他的 知识免入性的疾病 从这一点来看 应该说 NMO和多发音化 应该不会有明显的差别 因为MS的病人 他也完全可以 货病其他的知识免入性的疾病 前面是讲那些一般的临床的资料 那么从脑机翼的检查来看 他们两个也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NMO的患者 他的脑机翼的改变 会要更多一些 会更多一些 微细胞水平增加 而且有一部分的病人 会大入50 那么在多发音化的病人里面 白细胞大入50的现象 是非常少的 但不能说没有 有机国的病人是有的 机国病的病人是有的 但是那种情况是非常非常少 那么你看在NMO里面 有根本是35的大入50 有一部分的病人 他会有中性立细胞 会有中性立细胞 但主要的来说 应该还是当过核的粘巴细胞 当过核的粘巴细胞 而多发音化的病人 他的白细胞里面 多半正常的 少数可以增高 但是从寡科笼带上面来看 寡科笼带上面 这个MS的比较多 NMO的很少 把他强调阳性的病人 但是从这个IgE指数来看 他们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MS的患者呢 IgE指数增高 NMO的多半是正常的 那么最主要的不一样的 就是在这个抗体上面 水清的NMO IgG的抗体上面 在多半的NMO的患者上会出现 那么在MS的多半是阴性的 多半是阴性的 这个NMO 而且跟他的阳性 和他的浮发也都有关系 如果是强阳性的这些患者呢 更容易浮发 更容易浮发 这是刚刚讲到脑基因的情况 从磁共振上面来看 他们也会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地方 刚才我们前面已经看过了 多半硬化的那个脂肪 那个脂肪的脂肪针的表现 它的多个病灶 一般来说 它虽然病灶很多 但是它是不连续的 但是在NMO上面呢 它的长病灶 长阶段的病灶 大入了三个阶段 大入三个阶段 晖姿白姿都累积了 主要是在颈弹和胸弹 而且这些病灶 这些病灶疾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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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疾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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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 因为在脊髓上面 你也不能看它有没有脏位效应 它是整个脊髓都整脏了 一看就像个整瘤 不像在脑袋里面 脑袋里面有整瘤 它有脏位效应 水症很明显 有牙迫 在脊髓上面没办法看到 看起来有些病人会像整瘤 最近我们就受了一个这样的病人 神经外科看到说是整瘤 最后我来看问他的病史 问出来他以前有个死神经的问题 诊断他是一个死神经基础炎 那个病现在已经出案了 好了很多 这个他的简单的病灶 可以延伸到盐水 所以在NMO里面 很多病人会出现严重的呕透 甚至有些病人首先就是表现呕透的 我们以前看到过这样的病人 就是因为呕透 不明软硬的呕透 住到消化口 住了很久 最后出现其他的问题 才转到神经内口来的 那么这些病人到了恢复期 积水呢 可以出现尾色 可以出现尾色 那么像反过来 多发硬化的病人呢 出现尾色的情况呢 就相对来说少一些 相对来说少一些 因为他的炎症 他的积水的总胀都没有NMO那么明显 他的肿胀不明显 那么他的尾色也就不明显 这个病也是我们乡雅医院的 你看他的这个病灶就 从这个这里已经是接近盐水了 一直到这个胸段 你看这个是很长很长的了 这个是总胀得很明显的一个病灶 这个就是 这是我们最近受的这个病人 这个心流 他这里看 像空洞一样的改变 积水的 这个也是接近盐水了 一直到了胸段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 胸一胸二 他这个病 看这个病状 总胀得很 整个脊髓 都已经是影响了 那么从这个十九右发电位来 也能够看到他的潜伏期延长了 那么整灯标准呢 现在应该还是 就是有四神经炎的改变 有积蓄炎的改变 然后排除其他的一些问题 投入磁工症 一般来说没有什么问题 那积水的病灶 三个阶段以上 脑积液 由 白细胞增加 中性脊细胞 比较多 这些都是致死点 这是1999年的标准 还有双脆的四神经炎 还有肌肉的无力 那么 2009年之后呢 这是 2006年修订了 必要条件 必须有十四神经炎 积水炎 然后加上后面的 知识条件 磁工症 并造三个阶段 现在不一样了 头楼磁工症 不符合 MS整能标准 99年代是磁工症阴性 这就是现在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你就发现 在NMO 四神经血炎里面 脑袋里面 它也可能会有一些脱水效的病灶 也可能 不是 这个不是排除性的 就是在这个多发硬化里面 在这个NMO里面 它很可能会有一些病灶 但是呢 它不符合MS整能标准 还有第三 NMO的抗体是阳性的 那么我们看到 有两条可以整蛋 有四神经炎和急血炎 再加上 知识条件的两条就可以了 整蛋是NMO了 那么这个治疗 NMO和MS 它也是有所区别的 因为它们的发便机理不一样 发便机理不一样的 急速的使用 那是差不多的 是差不多的 也还是推荐 用加强 因为这个急速的使用 对这个重症剂物 你对这个NMO和MS 都是差不多的 在急性器 但是只是在缓解性可能 在检量上面 它们有不一样的地方 急性器的使用是一样的 因为有一部分的 就是有一部分这样的患者 我们在临床 在门诊也观测到了 很多的病人 他自己会摸索出来了 他觉得他的急速减量 他走路就会差一些 把急速加上去 又觉得有好一些 所以有些病人 会长期的小尽量的使用 那么在多发音化里面 很少有这样的情况 就在这个NMO里面 所以对这些病人的话 我们对MS的要求是 一个月之内就要讲完 那么对NMO可以延长到半年 甚至是一年 甚至是一年 小尽量的维持 那么相对来说 水降置换 对这个水降置换 来说NMO的反应 它也不一样 NMO对水降置换的效果 要好很多 要好很多 还有呢 可以采用这个 免疫球蛋白 免疫球蛋白的使用 也是可以的 那么当急速效果不好的时候 也可以使用其他的免疫抑制剂 就像前面提到的 像牛座飘零等等这些东西 这是在急性器的治疗 急性器的治疗 可以用急速 可以水降置换 可以用免疫球蛋白 那么跟MS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它对免疫球蛋白 对水降置换的反应 都要好一些 都要好一些 那么在缓解器来说 这个NMO对MS的反应 不一样 干扰兽 预防它的浮发的效果 好像不是那么好 不是那么好 但是呢 这个也不是绝对的 现在也有人呢 用来干扰兽 还是有一定的效果 只是没有推广开来 现在也没有大样本的观察 只是因为国外 NMO很少 所以我们国内呢 NMO多 但是呢 观察的呢 没有大样本 我知道的 有一些医生 他在用 因为这个NMO 它没有很好的 这个办法来预防它的浮发 所以有条件的人 也可以用来干扰兽 来试一下 可以试一下 可以试一下 那么 现在主张来用 这些免疫医治剂 有些病人呢 我的有些病人 就是长期在用 这个流泽飘零 这样的药物 因为这些药物都很便宜 很便宜 可以长期的用 长期的用 尽量用 尽量也不大 这些环保美兽 环林先安 这些米通跟坤 都是可以用的 因为这些药物呢 相对来说 跟干扰兽来比呢 它们都便宜很多 可以考虑长期的 长期的应用 来预防它的浮发 这个尼陀西单抗呢 它是一种抗CD20的 这个单可冷抗体 本来是用了B细胞 零八流的 现在也有人来观察它 因为針对B细胞嘛 那么因为 因为这个NMO 它是体育免疫介党为主的 那么体育免疫呢 抗体呢 主要就是B细胞来产生的嘛 所以它把这些 活药的B细胞把它封闭掉 让它少产生抗体 所以呢 就会有一定的疗效 现在归内 有人在观察 有人在观察 对它的这个治疗 那么糖皮脂技术呢 前面也提到了 有一部分的病人 用小尽量的维持 可以呢 来减少它的浮发 那么这个定期的用冲击疗法呢 是不是有效果呢 现在那就 还有待观察 还有待观察 好啊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